杰老师 阳明、万海今天又涨停两天四个灯了 不急不急 这种族群还有 看节目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线 看到今天的盘 老师今天盘是再创历史高 是不意外 上礼拜五 其实你看到拉尾盘就看得出来 昨礼拜五晚上 我们看那个ADR 美股台积电ADR 涨4%你说 4%多 所以台积电ADR是创历史高 是的 台北股市今天大涨创历史高 真不意外 台积电2%就够了 的确 弓箭2%就是不够了 此处创新高 还有弹书 奇怪 此处创高就股票一定涨吗 也不一定 阳明万海再度亮灯 对啊两天四个灯了 恭喜大家两天四个灯 是啊他们有涨 但 但只有航运 大部分的族群在今天没有涨 大部分喔 大部分 大部分喔 绝大部分的族群各国在今天没有涨 除了望海 除了阳明万海 长荣大涨嘛 对啊 后贵上去了嘛 对啊 那这个上礼拜 我们讲两个礼拜 我们从4月 哪天哪天哪 哪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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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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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现在为止 这个族群最强 对 没错 可是可惜的点是蛮多族群在最近没跟上 是不是可惜了 可惜了 因为指数创新高啊 对啊 指数创新高 我仔细瞧了 还是有啦 等一下 你又瞧到了 还有除了航运 先跟大家讲 除了航运之后 还有两个族群有机会 一个是 来 一张一张来 好来 画面上这一张呢 是 我先讲 这张股票 这一波位阶算比较高 涨蛮多的 不过它是中低价股啦 是 就一百块上下啦 不贵不贵不贵 真不贵嘛 都快两万一千点了 一百块的股票没贵吧 题材性极佳 最近最近 我们再跟朋友聊一件事 因为这个族群 这一档是其中一个指标股 那 反正会员陪你们知道哪一档 就不用猜 你们去年就赚过了 对 赚很多次了 大家都猜得到 这一档股票 近期据说 终于要开始 建法人了 哎哟 可它其实已经涨三倍了 等一下 我没办法回神 它从去年到现在 至少涨超过三倍 至少涨超过三倍 不知不知 跟正跟正 从会有没有 你第一次买到 现在涨四倍了 哇 它涨四倍了 所以它是老朋友了 四倍耶 去年五个买 四倍耶 四倍耶 你一年前买的 继续 继续 就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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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家都知道 哦 好好好 刚平后就问我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 老师老师 所以它是有什么好消息 对啊 有什么好消息 要传出来了吗 没有 也没有哦 就是终于要建法人 开始讲story了 哦 对 story 以前 去年我们买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反正也只有我们在做而已嘛 对 我们是全市场第一个 对 就像是我们是全市场 最早有一个做IP股的 黑丘 这也是 我们这个不是IP股 这是低价股 很低价很低价 去年买这个30块 你看是不是 真的很低价 好了 现在100出头 这一档股票开始建法人 就是表示说 这个族群很有可能近期 或者未来整个半年 都不错 哦 但是 but是什么 如果台北股市 现在涨到 创历史新高嘛 嗯 如果台北股市有震荡的话 记得记得 你还是要用坐价差 短线的方式来做 哦 就是我知道它未来好 但不代表我今天买了 明天就会涨停 对对对 这两码子是啊 嗯 在不 在 所以 就像我知道品化会是有钱人 但不代表他明天会中乐投 这不一样 他可能是正裁嘛 对不对 也是哦 对哦 好像都是只能正裁 我们也都是只能正裁 好好好 来帮我们按赞 有偏财的好朋友们 有偏财的 按赞按赞 还是正裁 小弟羡慕的 那我真的太羡慕了 真的好羡慕哦 我跟我只能有一样而已 对 一样是够赚的 够赚的你看是不是 也是够了 也是够 这其中一档 其还有哦 除了航运之外 好 这刚刚就是一个哦 一个哦 建法人 这个哦 就是现行上的好买店 等一下 技术现行上的好买店 技术 你不是说 老师你不是说 不要看现行做股票吗 破半年线啊 那还真的不说 所以我叫你不要看啊 所以我叫你不要看啊 我马上开好了耶 等一下 等一下 破半年线你看吗 很多人不看了 你应该是 看他衰吧 对啊 看他 走过去 还要踹他两脚那种 看不起他吧 老师你帮我key一下他的 我这边不能key啊 我这边不能key 我给你看一下 我快笑了 我看他的现行 到半年线啊 不要破半年线啊 真的耶 我没有胡你啊 来来来来 全国会员好朋友们 我们上次买的时候 也是破半年线 诶那时候 然后你一波上去 大概赚了四成 三到四成 哇 所以你看 嗯 破成这样子 好多黑了 你知道前阵子 有人问我说 老师老师 啊破月线了耶 嗯嗯嗯嗯 啊破 啊快到季线 老师怎么还不买 对 我说啊 原来今天破半年线 哦那他可以买 那可以买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的气度很明显 很明显 我一开始 就是在等半年线啊 哈哈哈哈 好哦 诶不是任何的股票 破半年线都可以买哦 这一招不能乱学哦 诶可是 这一招不能乱学哦 可是世新也 世新上次破了 我们有赚到啊 但是我们上次就卖掉了啊 三百块的价差而言 可是他现在破成这样子 有 在下面 他连线都破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破哪里去 所以你看 诶这招不能乱学 真的不能乱学 不能用哦 要看股票用 不是不要乱学 这个 哥哥有学 哥哥 我已经是阿伯了 叫哥哥太恶心了 我想说我要用什么形容识 叫大叔都不算过分 叫阿伯刚好而已 我想说要用韩文的欧巴 嗯 呃 我记讲也可以了 阿伯有练过 阿伯有练过 不要乱学 小朋友不要乱学哦 不要老师看说 老师 你说破季线是好买点哦 那我一定 没有一定 那这个破半年线的 对啊 挺好的啊 但是你要知道它 为什么这里可以买啊 对耶 对啊 为什么 月线不能买 季线不能买 不用问哦 反正这个就是买点了 就这样 是不是 那是因为我知道的原因了 那是因为David买了 不是这样 卖砍托 真会砍托 挖中让我去跳下去 很会你 对啊 好了今天的台北股市 就那么小可惜了 嗯 虽然指数创新高 但是家里指数创新高 创历史高 但蛮多股票没跟的啦 对很多 这个比较可惜 嗯 如果是 诶 后面 嗯 随着价段指数 慢慢可能有震荡 或者是有个小回档 都没关系 嗯 股票要跟上就好 那David老师 请问一个问题 请说 我最近 其实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有发现 新闻上面都会出现 诶 又有很多人 要解定存 然后呢 解保险 嗯 然后去买 去买 高股市里头 对 呃 四四四六之类的 没有关系啊 那是 你看嘛 我们先看新的一则 好 来 不香的吗 最新的 不香的吗 这个我不意外 你知道为什么吗 标题会上下 是因为940跌吧 嗯 过法 来来来 今天台北股市 创新高 是 没错吧 没错啊 高股息TF是买全职股 没错吧 没错 也就是市值前三百大的 嗯 他也是买市值高的股票嘛 嗯 然后市值加股息嘛 是 哦 就是300字去选嘛 对 那你刚00940股价 啊 啊 啊 现在是9点 9点6块 9点6对 票面10 继续破 刚发是10嘛 继续破 所以这样 如果买了10块变9点6 是不是这样是赔多少 大概 4 5%吧 哇 哎 可是今天指数创新高 是创新高 对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中小型股 加权指数创新高 那个股票不涨那也就算了 本来不干凌 而是 你买的是高股息TF 你 就是买全职股嘛 可是你看他们都 今天 哎 都长得一样耶 这哪有什么习惯耶 我 我 老师你持续讲 我持续不K 你看都一样 都 939 929啊 嘿嘿 929一样啊 嘿嘿 嘿 对不对 哎呀 你知道唯一长的是谁 你知道 嘿 944还好 你很新嘛 对 940 对 那个946的台 好像是三天嘛 那没有一天不破了嘛 都破 越来越低嘛 对 哎老师不对啊 家人指数创新高 那我们 我买了什么 944 946的越来越低 对啊 比如啊 我跟你说 有一次的事情 你了解 好 你说 我 等一下 我先吞两颗镇定机 对啊 你有干你什么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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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大家 哦 好好好 我先喝杯水 好 喝杯水 还记得 David 上来拜跟你们讲的吗 我说那个 高股西地坡的成分股 不要再碰了 这很危险 好 呃 把盘中走势都拿给大家看 有人在问这档股票 有啦 算了 不然你问我 我说 什么时候回去 难啊 360 难啊 一个字难 难啊 难啊 老师他涨是因为94 因为940 944都有他啊 哇哦 嗯 哇哦 那你想嘛 台北股市今天是 说历史高 历史高 嗯历史高 你的940 944有亚翔 亚翔今天跌停 对今天跌停 那难怪你的高股西地坡走势是弱的吗 嗯 对不对 难怪 对对 好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请看0050 强 又再创高了 对再创高了 呃 打从去年高股西地坡很夯之后 哦 David不管这个节目 或者上任何节目 甚至连podcast 我都这样讲 对 就是 就是他 你一定会选 David 没什么新意 old fashion 老股 反人家都高股西地坡 老人才会买0050 我是真的是老人 这是真的 这个你没有说错 伍林 好啦 对对 但是 伍林家资深的 对对对 伍林是资深的 对对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江是老的啦 的确 对不对 我们老公老 买个伍林还是赢的 能够 伍头刀吗 没有 我牙才还在 没关 伍骨头 我又不是汪汪 伍骨头 好 你这样比较 真的没有伤害耶 真的啊 再创高了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天哪 今天明明台北股 股市是创历史高 在创历史高 你买中小型股 不涨那不意外 对 因为今天贵买是跌的 是 可是你买的是高股息 对不对 就是你买的是全资股嘛 是啊 对不对 乌成河嘛 高股息嘛 那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啦 对 无一幸免 真的耶 回头想想 来 看看刚刚的新闻 好 940香不香 我不知道 很多事情结果论 越来越不香了 但从你买的940到现在 你觉得它香吗 对 所以吧 新鲜的豆腐好吃啦 好吃啊 发酵过的豆腐是臭豆腐 是臭豆腐 但没发酵好的 那就是另外一种臭豆腐 所以不要乱吃豆腐 汤啦 很多豆腐不能吃啦 所以如果说去 老师那如果买成河谷 也没什么好下场 就像 他 5483上次不是 有人问过我 周美金 对啊 对不对 又下去了 又破跌了 对又再破了 613集有人问过我 说不行啊 回不去啊 又回不去 今天解停了 两个礼拜前就有人问我了 老师被你点名到了 不是我点名的问题 是你会问 就表示你们 硬是又看了些 奇怪的东西去买的 真的 其实我们上礼拜 有跟老师 在节目当中讨论过 除非你买的比 你买的比投信草 投信草 你卖的比投信草 就是你 你先猜到 他要买什么的 难 有难啊 但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要小心 不不不 你可能就是梦到的 记得 梦到的 记得要说梦到的 对对对 很难 真的很难 或者是你这个 拿那个 铜板算出来 就 哦 什么 或者是 拿那个什么 乌龟 乌龟 或者是什么鸟挂 我觉得真的很难啦 真的 你要 进场的比他们长 你要卖的比他们长 你要比较漂亮 那这档才能到 难 到份的结果都不是 对 就是追高杀低 对 或者是追高不肯杀低 那就越来越低 对 就 sorry啦 哇 好了 不要难过 你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你没有杨明万海的 你还有机会 泡麦上的两档 对 自己参考参考 但近期操作上还是要以短线为主 好哦 还是要以短线为主 嗯 来再次强调 还是以短线为主 虽然 这没办法啦 今天指数再创历史高 即便今天指数再创历史高 但是因为没有 它不是很明显的四处点火 对没错 轮动轮仗 它很散 而是它 没有它不是散 它是很集中在全职股 而且是最大的全职股 就台积电 台积电身上 它很集中在台积电 红海身上 嗯 你知道吗 台积电讲了十八颗 对 台积电又逼近历史高啦 今天133 120 对 都它 说到这个 台积电贡献了 明明这礼拜 下礼拜一五二零 对五二零就值 就今天 划成快跌天 不会吧 这个很不给面子 这不是 小鹰概念股吗 小鹰卸认了 对 你还在小鹰 你是 你是哪一国 老师 那我所以现在要信赖产业了 对对对 要换名词 要换名词啦 sorry sorry啦 你这个 跟我一样只会0050的 我就是old school 对对 时代有old style好不好 来0050 真的很久老师 0050没有很久啦 没有我老啊 我比较老 我比较久 我承认我认识她的时候是三四十块 你看多早 那也不过20年前的石油谣 天哪20年前的 我不是才 18吗 18 你看老师接的超快的 开玩笑 平常训练有事 是夫人吗 对对对 好 来 现在的操作还是要短绰为主啦 我是建议大家稍微短绰一下啦 不管你这一波 有没有抓到一些非常厉害的表弟 都要稍微短一点点 老师那既然如果说有人真的是在船上的好朋友们 那就看各位的成本啊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4月19的那就没什么问题啊 哦对因为你是买在 就没差 那如果是上礼拜买的问题也不大啊 最近这两天 今天这个礼拜才买的可能问题比较大啦 哦 颜下之一就是有可能会震荡了 是的 的确是 因为我发现公园的贝贝们都在讨论航运谷了 天啊又是插协同理论了 又出现了 我那个 我都去我们那边的公园跑步嘛 哇 就跟阿伯在讲说 啊这个航运谷很好啊 今天获利很棒啊 对对 后媒体很好啊 哦这个 那个散装货柜啊 哎呦 啊 散装 是散装还是货柜 对啊 就那个散装货柜啊 散装是散装货柜是货柜 阿伯你要分清楚啊 所以我听完 通常听完之后 那阿伯指的是散装还是货柜 啊就散装货柜嘛 哦对不起 那是我错了 原来有个东西叫散装货柜 David啊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人家有散装货柜你不知道 人家吃过的米都 对啊 人家吃过的米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真的 不不不 开玩笑 那我洗身 那可能那个 都不行了 投资朋友 散装是散装 散装货柜不一样哦 没有散装货柜这种东西哦 没有没有 有没有烧船 又有货柜又散装 洗了 可是你要思考的是 它运送的目的地不一样 为什么要装在一起 同个地方呢 对阿伯你到底是买的是谁啊 我这跟大家讲很好笑 很好笑 大家像货柜啊 很夯对不对 对 散装大家可能也认识了 问大家一个地方 一个问题哦 好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波罗地海 对 对不对 指数 指数 那它的权名叫什么 波罗地海 它有个字叫dry 叫干 干 对 散装 那是散装 指数为什么要干啊 不能湿的吗 干是要分离 真的 干是没分离啊 干是分离 不是 这是浴室跟那个没关系 我要讲的是 那个dry 那个干是什么 为什么散装的指数 叫波罗地海 干散装指数 为什么是干的 好了我知道 泡打 它跟台湾人一样 用干来换 开玩笑的 那个干是dry 是 指的是什么 那个散货是指干货 嗯 铁矿沙啦 是啦 好 王小玉啊 对 一堆 不是一塌哦 是一个像小三丘那种 那叫干的 干 对 散装 散装 所以没有散装 货柜 这个名词 嗯 是真没有啦 是真没有 它是分开 所以老师你应该要问说 阿伯你到底买的是哪一大 我不能 我只是在旁边偷听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笑的 不是很好玩嘛 我常常吃早餐 也听到隔壁打北 一直在讨论股票 不知道现在股票行就会这样 很正常啊 就像 呃 可能今天前来 今天13号 一个半月前 你讨论的是什么 00940 对 00940 对不对 嗯 一个半月之后 你看到00940 长这个鸟样 你还会讨论00940吗 就讨论 94或96好了 讨论 不过跟你讲 今天 最近讨论的是航运 对 我们就台积电 对对对 要不然就红海嘛 对对 大概就这些啦 哦 我觉得红海他都有讲到 有是不是 绝对是 嘿啊 你看 强势族群 一定是讲强的啦 一定讲强的 必然啦 对 所以不要说 老师那分音师 我们都讲一些很强的股票 不强你想听吗 对 来来来 那个破半年线你想听吗 你也只是我们去 我讲给你听而已啊 诶这破半年线谁要看 谁会讲破半年线的股票给你听 只有David啊 对啊 你看看 我们不要 然后那个 那个叫什么 嗯 我们喜欢 诶我突然忘了那个名字 雪中送炭 对雪中送炭 哦 剪上天花不用 剪上天花给别人来就好了 给别人给别人 你表示你的成本链高吗 是的 最高风险高了 别忘了 所以才会有那种 很奇怪的成本啊 对 很奇怪的成本 老师那亚翔 诶别我再问 还是要问你一句 你为什么亚翔买了300多块 那个问题竟然是6139 亚翔360是不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 对 360 你确定你是说360吗 还是 我觉得他上面写350还是360 300 我希望不是 因为真的很难回来 真的 我觉得是耶 那个历史高的四岗 对他应该是前面买的 哇 哇 追上去 因为最后两个 350 现在已经229 所以台北股市的真正风险 在这种股票身上 对没错 跟指数没有关系 指数今天还在创历史高 加人指数在创新高 是加人指数 但6139 亚翔不是小股票啊 它是 也是能够被高股息 选进去 它一定是 市值比较大的股票 怎么会长这样 对 所以 老问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现在你夯的高股息TF 会不会到明年你全部后悔 我就问你这件事 你到明年会不会全部都后悔 老师我就是存着嘛 我算给你听哦 我就存着嘛 假设我的940买10块 现在剩9块6除以10 我现在是剩0.96 假设我赔4%了嘛 有对 我就是赔了4 我账面上就是赔4%嘛 好 我赔了4%的00940 假设他今年真的又配配配配配了一些股息给我 他应该可以超过5%啦 所以应该还会小赚嘛 可是因为高股息TF的配息的时候 不保证全全息嘛 对 因为他是直接从账面上配给你嘛 对 所以他那个上面的数字会有下掉嘛 所以如果不保证能够填回来的话 你应该不太会赚的回来哦 因为你赔美金4%了哦 对 他是从你 好 但最糟糕的是现在已经 今天台北股市是历史新高 对 历史高 今年应该还有机会啦 再创立的经过 现在今天 现在今天不会是高点了 但如果到明后年呢 我们不可能每年长嘛 当然 通常一个景气循环 像从2020到2021 对不对 的第四季到第一 2022年的第一季建高嘛 嗯 指数的建高 景气的建高啊 景气的高点是在2022年的年初嘛 嗯 然后下面掉下来的嘛 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红灯啦 所以景气还没有到高点啦 你还有机会 但问题是 这件事大概两三年 会是一个循环 大概三年 所以去年 今年 那最多让你混到明年 所以David刚刚的问题是 你买00940 944 946 939 929 919 878都好 你要放多久 越久越好吗 很难回答 其实你回头想想 目前来看 只有878的表现是好的 对 没错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它台积电 原来 我常常讲 说你买这些 不如你买个金融股 买个台积电 对 不然你 给你 诶 比喻啊 买ETF 是 要缴一些管理费 内扣费用的 对不对 都有嘛 不然人家赚的是什么 对 可是买台积电 别忘了 的确是 台积电 就只有给券三个手续费 有 就这么单纯 就这么简单 所以啦 在今天 给你做分享 指数创历史高的 就是因为指数创历史高 然后你看到 后来 从这 应该说过去这半年 发的高股息力 长势都很怪 真的 都不如意识 在思考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他高股息 而且你知道 像比较早期的高股息力服 就是什么年配你知道吗 现在都变季配或月配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配这么凶呢 你配的越凶 他就越凶 你就有一个 那叫 你就是要 这些ET服频繁的换股啊 他才有办法配给你啊 因为你配的很大部分的 那个股息是来自于你的凭准金啊 对不对 啊你的凭准金怎么来的 是 价差啊 所以你是强迫人家在换股票 是 但我还是要讲啊 投信为什么发这个哦 一句话嘛 好迈啊 对真的很好迈 郑重投资朋友的下怀啊 好迈啊 啊至于计较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啊 哦 其实新闻 其实新闻我真的觉得 很多都是新闻这样子 一直吵上来咯了 包装上来的 行销啊 包装啊 marketing啊 对不对 媒体渲染啊 很多什么 没工作靠ETF 月转雷三万 所以他 他到底买了多少 对 他到底买了多少 来来来 我算给你听哦 一个月找1%就好 一年就有12%哦 算一个月一定不到1% 嗯 所以20万 你在乘上100倍 就至少要2000万以上 哇 那以正常高无息DF 现在能够给你 一个月绝对不到1%嘛 嗯 你一年没有12%啊 对 那一个月到底没有1%啊 没错 一个月有半%就不错了 是 那就是他缺了4000万咯 哦 所以他至少要买4000万 哇 这样就算吗 哎 很快吧 真的啊 老师 动得很快 马上帮你顺出来 不是 这种连继续就不用 就回推一下就知道啦 你看是不是 你有4000万 你去买ETF 嗯 4000万 买台积电就好了 真的啊 哎 老师 台积电那么高 这800多 能买吗 嗯 你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有趣 我请问全大 全国好朋友们 是 也许台积电的空间 没有以前那么大 嗯 没有像那时候 去年500多块 那时候给他们讲过 那可以买啊 对 可是你要回头想想哦 如果半导体 整个景气向上的时间 还有一两年的话 那 未来两年之内 它都是很不错的标的啊 都说826不会是天花板了 哦 有三百讲过这句话 对不对 啊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真的 我还是不要乱讲 你看看 呃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高股CTF 那些有趣的现象 我们没有要探讨它好不好啦 是 坦白讲 任君选择 事实证明一切嘛 你已经看在 就看在你眼前的嘛 对 那就是 看在你眼前 长这个男人嘛 是 长这个 什么奇怪怪的样子 嗯 但 大家还是喜欢嘛 喜欢 就喜欢就买吧 我也没有意见啦 好啦 你有更好的选择 我可以 我只能说 0050真的还不错啦 真的 不然买台基建物线 纯线金融 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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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也不错 所以今天在历史高 指数历史高的当下 对啦 在纯纯高 分享了 就是这种对比是很明显 真的没有比较 今天就闲聊 今天就闲聊 我们没有任何的想法 是 所以一个月过去了 对 回头看 David跟你讲说 不是 尽量不要买去高 不要买两个月 也不走 去然后现在 尽量不要买高估计地服 原因在哪里 你在那边慢慢 其实 逻辑上 目前来看 应该David的方向 是很正确的 是 好啊 那除了航运之外 还有啦 还有 看你喜欢那个题材 好的 还是你喜欢 那个破半年线的 等一下啦 想要破半年线 我就不吃笑了 啊不能 谁亏定破半年线 就不能买了 可以啦 这张股票其实之前老师 有啦 你们上次买了 所以是破半年线 破半年线也是赚得很愉快 有没有 有没有 只是那个买点有时候 有点好笑而已 有点 真的 好 喜欢David老师操作的好备猛 欢迎大家直接跟上 脚步落 0266303231 把我们的Lite 生用券来做加入 YD频道来做订阅 那节目当中 不时会透露一些 赚钱的讯息 对啦 甚至很多有些 有趣的观念 可以指导大家一起来 想一想 是的 好来 刺激一下 你的脑 对对 脑回路 转一下转一下 转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好 我前阵子看 今天聊不聊那么久 对 我之前看一篇paper 好 然后就有人说 人年纪大了 这次会脑袋不灵光啊 对不对 对 什么记忆力不好啦 对 什么初老症状 对 我离初老已经很远了 我先跟大家讲 后来人家发现说 不见得 不见得 人的脑部发展 如果你越运用 基本上是越来越灵光 越转回越灵光 到50岁60岁70岁80岁 依旧很灵光 所以要打麻将吗 也不一定 做股票也可以 给大家分享 严年益受 好的好的 我们像巴菲特一样 活得越久 所以巴菲特还是很灵光 很灵光 对 他常常在股上中 动脑筋 对 好不好 你就会灵光 严年益受 但是 投资要稳健 一定要稳健 好 来除了航运之外呢 不管是这档 题材性极佳 题材好的 或者是 很便宜的 位置很低的 很低的 好来 喜欢的好朋友们 跟上脚步咯 节目最后来 感谢杰老师 YT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这里 地区 你们下期再见 没关系 吧 未经许可 很苹果的